大家都知道 近年來我們生活的環境 因為不斷被很多人為的因素破壞 也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環境污染 然而 唯有學會如何和自然環境和諧共生 才能挽救這塊人與土地失衡的關係 我們自己的漁村當然要自己去保護 我們還要去珍惜它 掀導 支援 永續的觀念 來 大家好 非常歡迎來到福田裡的馬澳灣 新垒市共僚區馬澳灣 里長吳文藝正熱情地介紹著自己從小居住的漁村 希望到此一有的觀光客 除了能看見馬澳漁村的美 也能喚起它們對海洋生態的關心 政府把我們這邊地方列回 栽培漁業示範區 資源保護區 我們的移民都自解了 像我們的龍蝦 殼廠沒有20公分 我們不抓來賣 那我們呼籲我們的遊客 我們不要點來吃 近年來各地海灣地區受到污染 捕撈技術精進等人為因素 威脅了全球的海洋生態系統 而茅澳漁村在2016年 成為全台第一個栽培漁業示範區 目前正朝著永續性發展的目標前進 而位於台中的宮老坪社區 也成為水土保持局在IPSI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中的精選案例 里山倡議它是源自於日本 那里這個字就是淺山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離都會去不會太遠 海拔大概300到500公尺 那這個地方可以有產業 有人為的活動 同時可以保留下很好的一個生態保育 能夠生活在宮老坪這個台地是很幸運 其實我也跟小朋友大朋友講 我把阿公給我的這個土地給你們 我也希望你留給你們的孩子 親身常在 遇水常流 為了留給後代生生不息的土地 農民們開始學著和大自然和諧共生 創造出更多的台灣桃花園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沒看到 小朋友 在這個地方 圓體